好了,回来了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希望大家帮帮忙 要讲讲23条 昨天盧文端写了一篇文端 他建议今年不要搞23条 他有四大理由 他说年度不适宜展开23条立法 他说连相关的公众咨询 都不适宜展开 当然,他这样说 我也讲过他老老实实的说话 其实看到 就已经有一部分的 蓝营友 就已经在那里骂 哈哈哈哈 当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 将一样东西 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的危险性 那23条是政治议题? 没错 是政治议题 不过 当你变成了一个被人用来罪人的议题 怎样罪人呢? 要联储 又说要什么什么23 叫自己做什么什么23 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 做什么什么23 那我就告诉你 这件事 就这样搞 就不适合 整件事 那 那 盧文端 他在日月神报的文章 我就免得说 那 但是 他 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现在 全面通关复常 香港 民主党就要排除干扰 那就聚征会臣 抓基于谋发展 就是拼经济先 那 还有呢 就是 台湾地区下半年 就大选 那 如果你一搞三条 那 民主党又会 找些事情去搞的 那 一搞 这个执政权搞到了 就是这个 那继续搞台独 对吧 那 那 全国港澳研究会 顾问刘兆佳 他都这么说 他说 现在应该避免 破坏平和的政治气氛 也都不要给西方势力 有藉口打压香港 这个我一早都同意 其实根本 就是 在上届政府的时候 这23条整天都是一个集音 那时候我已经说了 根本 都 很简单说 其实已经平了乱了 就是19年的暖局平了 那 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再搞些事情出来呢 令到 做实事的人都困难很多呢 其实 就 没必要这样做 就是 好了 我觉得很奇怪 说真的 立不立 跟你们有什么事 说真的 又是搞取一些政治资本 借香港来搞取政治资本 代价是全香港人付出 他们是看准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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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看到这些政棍很多时候很生气的 就是 只要有事的时候 就是香港有事的时候 你们都趴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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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每个月 政府给你几十万元 总之 到了手就是神仙的 过了海就是神仙 就是 这样搞 你一定会搞死香港的 真是很老实说 好了 那你说那些死亡是怎样的 我不是说那些死亡 不过他们 就是要找些事情来搞 因为他们要聚那些蠢人 其实就是 其他事情他们不会理的 其实就是 就是台湾搞台独 主要就是搞台独 我出了多几条片子 罵他搞台独 还有钱赚 有什么所谓 没有所谓的 就是 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你看得到 还有就是 现在 其实 疫情是不是真的完了 我也要讲个真话给大家听 这个真的是 似好非好 现在很多地方都说没事的了 但是 就是 美国是有些特别的 他们之前弄回免费核酸站出来 到现在都没有取消 就是拜登去 去年9月的时候弄回免费核酸站 那时候就说要应对冬天的一波新冠 但是他们那些核酸站 现在都没有收皮 在美国是 所以 之后这件事会怎么 没有人知道的 大家估计而已 那 盧文端就说 现在是全面启动 拼经济的关键事 那这个我们一早都说了 根本都不是 现在 只是现在要拼经济 其实 早两年 说真的 平乱 搞定了之后 说真的 2020年 严格来说 都平乱 搞定了 那时候人人都应该拼经济 那现在 这个外国大佬 其实 三年之后才说拼经济 其实 老实实 真的 不太行 我觉得 在这个角度 一早就说 有些事情可以 是不是 一早就说 起码那些雜音就少很多 是不是 拖车车通关之后 国内和香港都没有大爆裂 相信 疫情是趋向平安的 一阵 我觉得是一阵 其实内地 现在都是 死不少人 其实 但是 我也要说回 希望当然是没有事 希望没有事 实际 我认为 是很有可能有事 不过 因为 根据过往的经验 就是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新冠 那些人染了之后 他有其他的疾病 是会跟着染的 我说他不好听的说话 就是我看到 就是我儿子就是一个例子 他中了新冠之后 他已经染过几次 不同的呼吸道的东西了 已经是几次 他是一个比较强壮的人 还要是 所以 如果你觉得 这个疫情 这样 就完蛋了 我就告诉你不是 之前 我们说过一个加拿大的 就是 免疫学家 他说的东西 他说的东西 就比较 合理一些 就是 他怀疑 他没有证据证实 但是他怀疑 新冠是会破坏人的 免疫记忆的 当你的疫情破坏了的时候 以前有些东西 你本来染过是没有事的 现在染过之后 也会影响你的生产力 之后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认为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已经完蛋了 我就认为未必是这样 那么 那么 那 Emma Ron就说 新加坡乘车 已经不用戴口罩 那 那 那 就是 你自己去新加坡可以看看 他们那些人 就是 不用戴口罩 但是 他应该是昨天开始 就不用戴口罩的 其实 就是 但是你去新加坡 其实 有部分的人 都是会继续戴的 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 新加坡他们 有个说法的 他们就是说 健康的人 就不需要戴口罩的 就是他们一直都有 这样的说法的 健康的人 是不需要戴的 那 其实你自己想想 就是这样 行不行 我自己 说真的 我就不信 我到现在 都是戴口罩的 好了 那 查理恩 他就说 红维文事件 都是用这个 这个 那肥妹用什么 藉口 我都不记得了 那 那 当然 盧文端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有提到 就是聘经济之外 他还有 说到 就是有 国安法兜底 那三条 就不是很大的 迫切性 那 还有呢 就是 说现在那个 中联办主任 鄭主任 他说 他说什么呢 就是必须充分明确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既是香港利益 更加是国家利益 那 就是 有些东西 就一定要以保住香港特殊的地位 就是 为先的 其实就是 这个呢 盧文端也说 中央对保持 和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的高度重视 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都有说过 就是 为什么 说那些公民党的政棍 是这么可惡呢 就是 叫 美国佬制裁香港的 其实 你叫美国佬制裁香港呢 到最后真是伤的呢 其实是一般香港人 就不是他们说 去打击政权什么什么 不是不是 你一般人死的 就是说句老实话 那 面对美国的打压 香港 在国家 对外开放格局 发挥联通世界的角色 就更加重要 他就说 国家逆后 启动多边外交的时候 香港最重要 应该将它的优势 和潜力 最大化的释放 就加强联通世界的能力 而非 急于分散精力 一动 二十三条立法 应对争议 那 盧文端 当然他有说到 就是 就是 台湾地区 选领导人 那 二十三条立法 就是有争议的话 民进党 就是借一些 借一国两制 其实现在已经是借一些借一国两制 其实国安法 已经是 被民进党当局 是拿来 攻击 一国两制 其实 你要不要再加多东西 给台湾地区去用呢 这个代价 你能不能付得起呢 这个代价 不是只是香港人要付出 是全国都要付出 那你想一下 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做 你的格局都要大一些 现在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死都说 我做了二十三条立法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能做 一定要做 小小做 那个代价不是你付出 当然是没问题 你还可以借这些东西 搞政治资本 有些人是 是不是 你一般人 说真的 你立不立二十三条 其实没有影响 但是 如果你影响到一个大局的话 到最后 就是 可能大家都有影响 就是全包散 因为 你变成没有办法 再和平统一 如果没有办法 再推这个和平统一 之后会成功 你就自己想一下 有些人 当然是好战分子 有什么所谓 打台湾就打台湾 你打台湾 不是就这样 去打占了那个岛 就搞得成功 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如果不是 怎么需要 一直都推这个 两岸交流 就是两岸的人民 起码人民是一体 是一体 对不对 所以 那些 23 那些 一早已经是借这件事去玩 其实是 陈克勤他怎么说呢 有人有意见 当然就是労民端这么说 陈克勤他就说尊重労民端的看法 陈克勤他就说社会有其他声音 认为应该尽快就立23条 是啊 那些政棍的声音很多 还有那些政棍聚在那些傻子是很多的 因为他们是用23条来罪人的嘛 之前是 那陈克勤他就说他希望尽快立法 那现在社会教育平静 国安法实施后 社会对国安意识和定义更加清晰 那立法就不会像昔日那样引起很大的争议和风波 在香港当然不会 但是 国安法这个代价 其实都是 我都说过很多次 其实台湾地区一直都有攻击的 香港现在都没有自由的了 有国安法 其实外国也是一样 你自己去看看 外国的媒体是怎么做的 不只是美国媒体 你要留意一下 就算是德国之音 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找个主持人来说 你们那些外国的人 那些肥缺 其他人就没有 我那天听到 那个节目主持人是这么说的 我就知道你们糟糕了 有些事说真的 这次香港19年 搞一件大件事 最大的赢家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帮从政 就是香港从政那帮建制派的人 但其实199年的时候他们做过什么 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很坦白说的 他没有做过该做的事 该做的事他没有做 但是他全赢了 然后还要弄一些位置给他们 对不对 好了 弄了一些位置给他们 那现在当然 就是外国者治港 又治及卿了 但是 被人的观感 是一贯那么恶劣 真是很老实地说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就说 你反对外国者治港 我不是反对外国者治港 而是 有些人做出来的事 根本就是得不配位 是不是 你懂得一条铁吗 很老实地说 他们那帮人 刚才有些网友都这么说 你懂得一条铁吗 你懂得一条铁吗 W吹吹吹都说 你懂得一条铁吗 有些事是关乎大局的 你看一下 外边发生什么事 台湾地区的媒体 19年开始就已经借这件事去玩事 19年那件事根本 某程度上 台湾地区有人在搞事 这个差不多是 切7肯定的 我可以说到 好了 要不要现在 四年之后再搞一件事 又借 香港人头 保住这个 民进党政权 他们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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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没所谓 对不对 Candice Child就说 西方国家没有国安法的吗 他们自己可以有 但是香港为什么不行 那只手伸太长了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说呢 他们就说 他们的论述是这样 我不是百分百同意他们的论述 但是香港有些事做得 观感也是令人觉得是差的 坦白说 你的法律 结果呢 那些义见人士 就抓了一大部分 是犯了那个法律 抓了一大部分的义见人士 本来有民选的那些位置 你就抓了别人 这些呢 你说事实和事实不符 他们是犯了法律才会被人抓 是啊 那个情况就是 他现在就是拿这些 攻击你的法律 就不公平 不符合 他现在就是说 他和你的意见不一样 他说要民主自由 就是他们的攻击 你要看别人怎么攻击你 所以 我就是说 有些事情会有代价 虽然 他们是不是都抹黑了 他们就说 他们是不是都抹黑了 有什么所谓 问题就是 香港是做生意的地方 就算 有些事情 你做了之后 可能大家 香港人觉得没什么 有些不是 在外国的人觉得有什么 其实是 是不是 是不是 那 那 那 西方的手伸得长 但是问题 就是 都要看看 你内部的事情 有什么情况 就是很老实地说 他怎么伸长的手 怎么说你的情况 就是 他看到你们那些人 好像真的不是很得民心 还要被你们赢了 一帮不得民心的人赢了 就是 那些人是敢怒而不敢言 是不是 很简单的 这个道理 你想想就知道 你自己本身没问题 别人是搞不了你 我说一句真话 大罪合 就说 这个 美国 俄州 六月期 气体洩漏 这么大件事 都没有新闻簿 这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有这件事 这件事 是上个星期的事 我只是知道 我知道就是上个星期发生的 但是 为什么你今天说 我不知道 其实这件事是一个星期前的 如果我记得的话 就是 他在俄亥俄州那里 他有一辆火车出轨的 这是一个星期前的事 那 究竟 为什么 现在 一个星期之后的 新闻 再出来 我不知道 这个 不明白 这是一个星期前的消息 老实说 这是一个星期前的事 为什么现在又要说 我不明白 你留言的意思是怎么样 究竟你看到 这个消息是新的 还是 有些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 这件事 其实是上个星期 已经 抵抗了 其实 当然 有其他消息 现在 可能会影响到 食水 就是这样的 不知道 现在 那件事 其实一个星期前 这件事是有多了 其实 那 那 究竟有什么事 老实实 我不知道 现在有什么事 他一个星期前发生的事 他有没有后续 那我当然不清楚 这个 对吧 不过不要紧 说到 这里 其实 都差不多了 现在的23条 那里 我就觉得 有些事 是要做的 但是不急得 我常常说 有些事都不急得 这是 现实问题 你再给 弹药人家搞你 现在是很笨的一件事 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常生赵之龙 但是也没办法 14搞一单 16一单 下一单 会是什么时候 其实 现在很难搞 这些大型活动 我说句真话 告诉大家 就是 他们没有了凝聚力 就是 下一单 可以坦白说 下一单 差不多是不会存在 现实就是 那 好了 那 查理恩就说 就是 在经济和楼市谷底 是不是应该 是否更好时机呢 那 我就告诉你 经济不好的时候 你再去做23条 是找市的 老实说 还有现在 还有一件事 就是 有其他问题 老实说 真的有其他问题 本来 上届政府 有些东西已经铺好了 我认为 有些路 已经铺好了 但是 这届政府 看到他们是不跟 之前铺好了 那些路 就由他们 不管了 那 就是有些做法 改变了 举个例子 就是简约公屋 那些 你拿一个掌声 是容易的 你把数据好 表面上没有问题 是容易做的 但是 你这个后续的后果 是可以很严重的 好了 那 拖得车就说 那些泛民不玩 议会已经没有了公权力去搞事 其实 其实罗健熙他不去选 这个 立法会 其实他已经无办法聚到人了 因为其实 那些选民都很现实的 我 有时候 为什么要议员帮忙 就是因为他可以 推动一些改变 那 如果他连个议席都不要的时候 就是 根本是对社会 是没有真正的影响力的 对不对 对社会 真正没有影响力的人 我为什么要 看他头 不需要 其实是 那 那 莫娇姐姐说 今天直播很正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正常 那 之后如果有问题 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因为能够说多少我尽量说 好吗 好了 说到这里就算了 就是 匡威斯就说 不能够那么盲目 乐观 我不知道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盲目乐观 就是 有些东西我也不说 有些东西 比如说真的 美国那里 因为 没有办法真正知道 他的实际情况是如何 唯一一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 就是 有记者 应该是 去 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应该是拍了影片 被人拘捕了 但是 我不知道他 为什么会拘捕他 要知道 知道 我就会说 但是现在我不知道 问题是这样 好吧 就是 有些事情我们不清楚 我们不说了 好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讲讲其他话题 有 warning City YES Y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